绝望之山 另一个就是在绝望之山中 出现了马丁路德金博士雕像的希望之石 马丁路德金博士国家纪念园 预计在2008年年底完工 以上是美国万化统计者刘恩明 发自华盛顿特区的报道 艳丽四射的里约热内卢狂欢节上 舞姿绚丽夺目音乐震耳欲聋 连续两个晚上最著名的桑巴大游行 吸引了无数的观众 一共有13个团体参加桑巴大游行 每个团体花费100万美元来做准备 争夺狂欢节的冠军 奖品是大家惊羡的目光 在可以容纳6万人的桑巴大剧场里 著名的Porto de Petro Samba乐队 大唱赞美南非和曼德拉的歌曲 从欧洲到夏威夷到新二良 在大摘节开始前 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徒都举办狂欢节 狂欢和放纵是这个节日的主题 巴西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都放下一切 进行四天狂欢的国家 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两部小兵力大功的电影 《街舞少年》是一部讲述黑人舞蹈世界的电影 担任主角的是以前为小甜甜布兰尼担任舞蹈教练的哥伦布·肖特 另一部影片呢是史诗电影 你会在里面看到很多熟悉的镜头熟悉的人物 不过却又面目全非 为什么呢 因为这部影片饿搞了很多好莱坞的卖座大片 下面就一起来看看新兴制作的好莱坞快逼 首先我们来看看街舞少年 热爱并擅长跳街舞的年轻人威廉姆斯 从洛杉矶考入了亚克兰大的一所大学 威廉姆斯发现在学校的兄弟会中 一种注重脚下功夫的传统舞步非常流行 他将宽快的舞步和有节奏的机掌 以及脚步的移动都合在一起 威廉姆斯开始偷偷练习起来 学校的两个兄弟会都想在全国的街舞大赛上夺得冠军 威廉姆斯的舞蹈天赋使他成为这场激烈竞赛的争夺对象和获胜筹码 这一次威廉姆斯不仅将面对竞争激烈的竞技舞台 还要战胜自己学会和团队合作 重新领会街舞和人生的意义 街舞少年把街舞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让街舞从新人们在街区里自我娱乐的方式 升级为一个拥有锻炼身体和心智的竞技项目 影片中的舞蹈动作设计既精致又有很高的难度 让人看了叹为观止 相信观众们将被带入一个热力四射的舞蹈世界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史诗电影 这是一部恶搞多部好莱坞大片的影片 四个有着独特经历的孤儿进入了一个名叫纳尼亚的王国 这个国家有正反两派 世王代表正义 而这个名叫白衣女巫的女人代表邪恶 她正准备称霸整个纳尼亚王国 四个孤儿决定加入正义的一方 共同对抗白衣女巫 在纳尼亚王国里 四个人经历了许许多多奇怪的事情 遇上了许许多多奇怪的人 最后正义终于战胜了绝恶 四个人也各自找回了自己失散已久的家人 史诗电影《恶搞》的原材料是好莱坞近年来的卖座大片 影片把纳尼亚王国作为整个故事的框架 把那些卖座电影填充进去 这些电影包括《飞机上有蛇》 《加勒比海盗》 《超人归来》 哈利波特 波拉特 查理与巧克力工厂 达芬奇密码等等 听说是小人物开涮大电影 但影片才上映三周 就已经有三千万的票房收入 影评人士认为 这样一部恶搞电影的真正意义 在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去奚落一些 曾经被认为是非常伟大的事情 可以去对那些占据荧幕的电影说不 影片的两位编剧兼导演杰森·弗瑞德伯格和亚伦·塞尔泽 曾经参与了恶搞电影《Scary Movie》 恐怖电影系列的编剧 看来两个年轻人凭借着 把恶搞进行到底的认禁和勇气 已经为观众提供了新年的第一顿喜剧大餐 也为自己的腰包挣进了一大饼铃子 神鬼无间的导演马丁斯科·塞西风格独特 在好莱坞早已是赫赫有名 不过他这个月才第一次赢得了 美国导演协会颁发的最佳导演奖 那这是否认识他即将捧回升平第一座《奥斯卡小军人》呢 美国导演协会在一个多星期前举行了第59届颁奖典礼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这些在2006年表现最杰出的一群导演 获得导演协会提名故事片最佳导演的五部电影 今年只有三部进入奥斯卡最佳导演的入围名单 它们是火线交错的伊纳里图 神轨无间的斯科·塞西和戴飞与女皇的弗里尔斯 让奥斯卡最佳导演之争显得分外蒲朔迷离 金发的阿普特德是美国导演协会的主席 电视影片的导演由委员会和小组来评选 电影则是由协会全体12000名成员投票提名和决选 今年的电视影片最佳导演奖是我们曾经介绍过的西部片 《断肠路迢迢的导演》沃尔特·希尔 通过这条漫长的断肠路的是几个被拐卖到美国西部的华人少女 她们遇到拔枪相助的牛仔 几经历险护送她们到安全的新家园 在纪录片项目来自立陶宛的导演马特里斯脱颖而出 小孩和重病是个强烈又困难的题材 她们有白血病 刚开始要走进她们的天地会有障碍 但是进去以后 她们愿意和我们分享快乐和痛苦 而我们也不再只是拍电影 而是和她们共同的生活 但最受注目的当然是故事片导演成就奖 入围的五部电影都是衣食之选 火线机